大家好,回到第十二季的最後一集 第十三集,Tricaster 未開 謝謝 Jack 就是選法輪師傅 Winnie,很久沒見 上一次是2015年 記得應該是2015年 今年是2018年,三年前 對,三年前,幸好你還記得我 我經常都記得你的 我經常在Facebook看到你的 還有,你們在銀幕前面 很多粉絲都認識 現在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真的很久沒見 其實你是這個節目的始祖師傅 不要這麼說 因為有秋燈、夜雨、張生帶你來做嘉賓 然後到後期的美影空間的直播 你也有出現 是的,沒錯 其實聽眾也很想念你 是的,我們也很想念聽眾 不過以前留下的影片 有時候有些客人說 有一份是看的 是嗎? 都很好的,接受的 今集是簡法輪師傅 從來沒聽過簡師傅來做節目的 今天聽眾可以大開眼界 簡師傅的個案 我記得上次你最後一次上臨的時候 你講過的故事 我到今時今日都很記得 嘩,這麼厲害 因為我做太多靈異節目 走出門口的故事 我不會記得 自己講過的什麼都不記得 熟我的聽眾就會知道 就算你做這麼多個案 你自己都會記到亂龍 是的,會的 因為太多了 你不會失去 但你說我又會記得 我記得有一次你講過的故事 告訴我 那個女人的老公死了 如果有些人物關係 我可能會記錯 那個老公死了 然後原來一直都在廁所裡 我想你不會記得 知道,有印象 是的,在廁所裡 然後你去到現場幫她 引她出來 跟太太說幾句說話 是的 當時她太太也很大感應 流眼淚 流眼淚 這是我最深刻印象的 最深刻印象 是的 還有一個就是 整天躺在床上 由早到晚都穿著睡衣 然後你去到現場後發現原來 靈體的床 附在床上 是的 那是她爸爸 是的 厲害 記得了 是的 我真的很記憶 平時沒什麼記憶 因為很深刻印象 今天你打了什麼真實個案 來給我們聽眾看 真實個案 因為沒見過幾年 基本上都很多法事上去做的 通常一般來講 法事都是大同小異 你說有什麼特別一點 可以值此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這個個案都新鮮熱辣的 是對上一個星期左右發生 哇 新鮮熱辣 還有都挺有的人可怕的 其實你這一集都很新鮮熱辣 過幾天就很出的了 哈哈哈哈 聽眾都覺得很新鮮熱辣 所有東西都很新鮮 是 有一天早上還沒天亮的時候 我突然間那天醒了 就很精神的 很精神 那我就不以為意 說為什麼突然間這麼精神 要起床呢 這樣就沒有理會 但是很快又睡得著 我記得當時也是 早上五點多鐘那段時間 那好 沒多久我身邊的太太 突然間跟我說很肚痛 很肚痛 很肚痛的時候 我看著他 不是一般肚痛 是 我又想回 有沒有吃錯東西 一入昨晚 又沒有吃什麼特別的東西 沒有吃錯東西 沒有理由突然間痛 痛到我可以告訴你 可以看著他的臉色 在眼的位置變黑的 那我都 沒有理由突然間痛得那麼緊要 然後看看再進一步 要不需要進醫院 後來跟我們用法科的東西 即時幫他處理一下 止痛了 然後再吃些藥 稍為穩定了 他那天都要有些part time 要出去做的 他都可以出去做 不然他那天就 基本上如果你不處理他 可能後果更加嚴重 其實在處理過程中 其實是什麼影響到他突然間這麼肚痛呢 因為事遠這件事發生於 有一個女人介紹了朋友 他家裡有件事發生的 而這個介紹人 這個介紹人 原來在早兩天 也是同一個反應 又是肚痛 但他家裡是沒有人的 只有他一個 痛到睡梳化 接著就接受不了 接著自己打了999 叫白車進去 原來這些事情 就是關於他介紹一個人 他女兒發生的事 他這個女兒 就是剛剛入職在紀律部隊做事 他一個新環境裡 可能當地的環境 是有些 我又不想危言聳聽 不過在我們的立場來說 是有的分別 什麼叫魔 什麼叫靈 什麼叫妖 我們要去認同 這件非一般的靈體的東西出現 因為他比靈體的法力更加高 他這個女子就不幸運 因為可能是新 或者當時的磁場比較弱 是不是因為他是紀律部隊去一些受訓的期間 就是在那些地方 不是那些受訓原筆 就是去一個地方落腳 在一個區域的地方落腳 那個地方就比較 不是說那些 好像旺角警署市區那些 是山頭那些 可能他弱 所以令到那樣東西影響了他 影響了他的時候 他這個女子當時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不知什麼事 但是他媽媽就懷疑這個女子 當時的反應是有些問題 所以他不知什麼事 就進醫院檢查 但是初步那些醫生就懷疑他 是那個腦那裡是懷疑的 可能是有些瘤在那裡的 但是我們問過祖師爺 他基本上就是在腦那裡是沒事的 因為他那件我所謂認為摩那樣東西 就影響了他 令到他裡面 有些東西是不明物體的東西 是可能 你知道醫生進到去 什麼都要檢查的 那他照到的時候 原來發現有些影響 現在抽了一些 裡面的材料 然後去化驗 但是我亦都給他一個訊息 應該就沒事的 可能受了影響 在這個過程裡 他這個女子 當時也很危險的 醫生說如果不是的話 第二天就可能 短時間內要開刀處理 我們檢查到不是的 連關的老師 突然被人開一刀很無謂 他真的戒了一刀 抽了組織去驗 後來我們看到他的情況 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處理 因為你不處理的時候 他在裡面醫院的變化 是沒有人可以控制的 沒有人可以控制 沒有人可以控制到的時候 那就不由自主了 後果就不知了 但是女士主在醫院 那你怎樣去處理呢 但是他去不了你的坦 是啊不會去到的 有些東西 我們是用法科的 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沒有聽過我講 有些非同的方法 有 我不用直接去醫院那邊去處理 我首先要有急救急 先把他身上的東西處理 因為都很野蠻 很兇 很大 我先把他抽離 處理了 處理完 他反而定了 即是那個東西趕走了 不是趕走的 不能趕走的 不能趕走的 如果你趕走趕去哪裡 如果趕到空間裡 遲早就回去 即是處理不到 即是不能徹底去處理 是 我們一定要處理他 是 我們處理的過程 一般來說 我們靈界的朋友也好 我們帶他到下面 讓他可以輪迴 但他是非一般靈界的物體 下面也不收 下面也不收 我們會有另外一個方法去處理 其實這些下面也不收 不收的 上下也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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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應該去哪裡 這個就是不便透露 總之有東西是壓制住他的 壓制住他 他沒有反應了 他就可以回復自己了 祖師爺也說了 查到東西 他三幾天可以出院 因為他不會跟我聯絡 看他的反應是做完之後 晚上都正常回 可以吃東西 未做的時候 他發了一張照片給我看 人們看到也是有問題的 即是那個事主的樣子 是的 如果我們處理完之後 他的樣子也是另一個問題 即是另一個樣子 變回原有的樣子 即是正常 他出院之後 想回彈 搭席祖師爺 是的 反正 再跟他處理清楚多一次 因為我沒有直接跟他處理 因為我不是直接去醫院跟他處理 而且這些事情是不方便直接去醫院處理的 醫生是不會讓你做的 除了一個情況 是 那個人臨危急的時候 醫生可能會勾開一面 你就自己自己量度 你當我什麼都看不到 是的 但是你現在這個不是那麼特別 不是說去到那個環境 所以就不會適宜這樣去處理 我們這裡有這個方便 即是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最低的事情 然後處理好了 那他就穩定了 他穩定了 那就可以等他休息了兩天 沒什麼的就出院了 現在他出院之後 即是腦袋的問題 他都要等他的報告 等他時間要等很久 都要等他 起碼兩個禮拜至三個禮拜 但是為什麼這件事 這個靈 這個精 不知什麼 木摩 會影響你太太 厲害就厲害 因為他有他的法力 即是他修煉 他有他的力量 即是他知道當事人的家人想找我 但是他搞不到你就搞你身邊那個 就是身邊我太太 另外那位介紹人 是 我知道整個故事的畫面 即是介紹人也有事 太太在你身邊的人也有事 因為你有法在身 他又搞不到你 那是不是有法在身搞不到 還是身邊的容易搞些去影響他呢 是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麻煩了 因為入了他 你知道 如果他受控 他控制住了 有時候 那個效果是沒有人知道的 其實這隻魔或者妖的東西 他搞這個女生 他用什麼東西 其實你有沒有問過他 這些是 你說是不是他故意 他又不認識他 但是有時候 他影響一個人 可能你身邊的 看你這麼弱水 搞你也好 你明白嗎 這些是沒有理由的 你靈界入身也沒有理由 簡師傅我想問 譬如你捉了那些東西回去 你會處置他 但是你還沒處置他之前 你會不會跟他們聊聊天 我知道你跟他們溝通到的 這些就不需要太過跟他聊的 你說先人那些 你也可以跟他聊 即是 不歸納先人的 我們都沒有需要這樣跟他聊 因為如果你太過這樣去處理的話 他的要求性多了 你就做多了 更麻煩 即是不要理他了 總之現在就放你一個 你應該去的地方 是的 沒錯 如果你說靈界的朋友 我就帶他去下面就可以了 下面給他下去就可以了 下面下去 他又要經過一個 所謂叫輪迴 或者各樣東西 所謂想什麼人 人都是 下去都要看你 你上一輩子 在凡間裡有什麼做過 有什麼因果 有沒有值得 這樣可以計算 所以就 這些說 這些好不幸 所以有些人說 證能量高一些的 精神一點的 這個就沒有容易去影響 你說那個人比較弱一點 不得光彩 有些好像要黑暗睡 神秘苦念 那些就容易影響 我以為做紀錄部隊的人 應該正能量很厲害 會不會正氣 也會不會那麼容易弄到他 因為他是初歌 初歌要浸 對不對 你回不上黑漿越老越辣 對嗎 可能就見他弱雞 所以就要弄他 沒錯 沒錯 他經過這次 他都很認同 世界上有這件事 會可能影響到人 因為我們也不會去推順一些人 去接受或者信 太過迷信 太過迷信 用他的科學正常的角度 去看每一件事 而去處理 因為說到這件事 我沒見過 我真的不太相信 你給我看 這些是沒什麼可能的 證據在哪裡 證據要在當事人 他自己感受到 那個才是證據 如果說你把鬼捉出來 其實我覺得 有點過分挑技 你不相信就不要相信 也不要去挑戰別人 沒錯 我看到他空間的情況 因為再說 帶進一點 為什麼說 有些人說 這個人又說貼東西 那個人又說貼東西 這個又說貼東西 這個又說貼東西 你要記住 一樣看法 因為我們現在面對這個空間 是一個實物的環境裡頭 都是人生來講 我當你一百年 但盤館開天地的時候 都過千年 幾千年 那些環境裡頭 都有打打殺殺的現象 都有戰爭 那時候可能那些 朝代又喜歡拿劍 後期那些又喜歡開槍 那些冤枉死了 那些靈界的朋友 他怎樣呢 沒有人超讀他 沒有人性 所以他永遠都會留在空間裡 留在空間裡的時候 看看誰的磁場不夠力 人不幸 那他可能有機會影響到他 因為他都要養命 對嗎 對 那整了下去的時候 他自己 受影響到家人發現 或者他自己發現 所謂處理 那這些靈界的朋友 那這些靈界的朋友 便可以有些師傅 用他的法科的東西 將他去處理 對我們來說 說真的 各司各法 門派都有幾個 對嗎 各個的手法去處理 亦都不同 或者有順時 上面安排你的 渠道用什麼方法去處理 都是一樣不同的東西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令到靈界的空間朋友 借這些渠道的機會 而有法科師傅去處理 就帶他走 不論是我們也好 或者那些道家的 他有重驚的 亦都可以超人下去 對 不論是不行 這些就要看後果 對嗎 我們如果帶他下去 他沒事 就OK了 對 現在的事主都沒事了 沒事了 精神了 OK了 我說休息一下 給我一個報告 看看是不是那樣是影響性 真的沒事的 做師傅的 很多時候都很想看回事主 告訴他究竟有沒有事 因為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對嗎 當然想他們個個沒事 沒錯 沒錯 其實都要給你們一些 feedback 對 這個也拿到他的經驗 對 因為經驗是靠這些事去引證的 以前的師傅未必可以做到那麼多事 每一件事都是你的增長 對嗎 通常有很多事都是大同小異 但有些個別的例子是不同的 是 都是新鮮的 會 你想一下 剛才那個故事也是 會突然影響到一個人兩個人 而那個效果 介紹我也有事 是啊 你看看你 幸好找得快 因為有些人要找得快 才能解決問題 如果以你的經驗 找不到源頭 那你覺得 最後的事主會怎樣 都會有排斥的 他搞到他病 他不會搞死他 搞就搞不死 有排斥的 但是搞到那個程度 大家都不知道 對 對 所以這些 知道的 越盡快去處理 那就 變成危險性就低一點